请你正经点 行吗 什么不正当 就是公司用的采取的这些方式 有点不正当 我是这么想 你就觉得企业是违法的 对 或者至少有违法的行为 对 反正不正规 不正规 坏人 对 是吧 对 是 还有别的想法吗 没有 来 他猜的对吗 还有别的想法吗 我想跟你讲 就是你假如去一个互联网公司应聘的话 基本上他第一句话都会告诉你 说我们的这个公司是采取的 比较灵活的工作方式 那为什么要很神秘的说呢 对啊 那有可能是这个同事本身的问题 他说什么事他都神秘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状态 其实神秘的说出这句话 是因为这个公司在制度组织 管理规范上面 都不是正规的 对对对 可能是一个初创公司 也可能是一个互联网公司 来我们来看一下 情景分析 别人加班的时候 你可以把工作带回家去做嘛 请问这正规不正规啊 这是不是合法的呀 合法 你为什么要老把别人猜那么坏呢 因为实话实说嘛 我第一 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今天学到了很多呀 比如说杨总啊 菲尼莫说这个答案呢 我都学到了很多 到目前为止你最喜欢谁呀 马老师 他把你损得最厉害的说 你不要唱歌那个人 更喜欢他是吧 对 为什么 给我压力啊 让我有改自己的机会 对只是客观地告诉你 什么是要在这个舞台上 展现你最核心的能力 给到大家 但是我觉得从现在为止呢 你的销售能力是比唱歌 要略好那么一些的 所以是对的 你在学生会工作 有得过奖吗 因为我在上面看 你的奖项是优秀团员 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奖 那必须的吗 然后一般我们学校的话 大一的时候 我们遇到一个搬迁的工作 这边我获得的是 勤奋奖 还有勤奋奖 对 就关于勤奋的这个奖 但是我觉得这个奖 没必要 因为 是勤奋学金 奖学金和优秀学生干部 从来都没得过是吗 没有得过 你刚才那个勤奋奖 是勤奋学习 还是勤奋搬家 勤奋搬家 勤奋搬家 好好好 不问了 来 销售三千 对 没有地域限制 没有 好 第二轮选择去考虑 九战灯 来 写新筹 来 于敏 三号网给你的岗位 是销售的岗位 是课程顾问 底薪是五千 FLAX给你的岗位 是开店的专员 然后可能要到各个地方去跑 给你的底薪是四千加 德顺专员给你的是 马瑞风上美学的 就是线下美妆教育的课程销售 然后是三千五加 但是我们家的比例可能会比较高 对 好 来 工作地点北京和洛阳 九城教育给你提供的岗位是 面向高校的课程体系销售专员 底薪是四K加 地址是在上海 古方红堂 销售可以在长春 但是要求可以全国出差 四千加 平老文化给的是你们 我们随风奔跑篮球俱乐部的 课程销售 然后我们的底薪是四千加 然后我们还是有食补 跟那个交通补助的 比特给你的是一个授权座里 给你的人工是5K加 在深圳跟上海都可以 新试器给你的呢 是在上海的销售职位 底薪是五千 可以有提成 斯凯乐户外给你的两个岗位可选 一个是大客户销售 另外一个是加盟商的拓展 然后工作地点在北京 考虑一下灭掉七盏留下两盏 我也是特别喜欢 谢谢您给我的指点 谢谢 正送一个拥抱 谢谢 挺坚定的 不好意思 谢谢 很干脆啊 来有请许夏凜 曾华谈钱不上感情 好 来 你可以问他们一个人一个问题 也可以谈谈价格 让他们涨价也行 关于住宿的问题 住宿的问题 好实在 实在的问题 我们没有办住宿 这边 这边原来能包 现在也包搬不了了 包不了了 我们那个搬家了 所以那个住宿 那个房子没有了 好 要不要问问他们俩的意见 让那个小姑娘 帮你做下参考怎么样 不用了吧 我喜欢 我就喜欢你这爷们 对 好 不用了啊 来 十秒钟 做出最后的选择 让那个小姑娘 帮你做下参考怎么样 不用了吧 我喜欢 我就喜欢你这爷们 对 好 不用了啊 来 十秒钟 做出最后的选择 这小我的真有意思 这么可爱 急什么 我还没说呢 我在想呢 小黄鸭 曾华 或者是谢谢再见 斯卡乐 我还没说完呢 我还没说完 算算算 你太急了你知道吗 来来 去跟曾华 斯卡乐吧 握个手 好好好 谢谢图雷老师 再见 再见 你赶飞机啊你啊 没有 你不闻了吗 你不怕 你不防定 有… 没有